天气晴朗的细致大尖山 视野有时开阔清晰 有时一片灰蒙 其实上山的人并不会十分在意这些 主要的目的是上山走走 晴天超高的气温 步道两侧有许多高大的树木 走起来并不会觉得很热 公所十分用心 在视野较佳的地方设置许多石桌椅或凉体 让游客可以在此稍先顺便赏赏美景 登顶后对面可见五指山、大屯山、观音山 连遥远的林口台地上的建筑都清晰可见 近处可以看见台北盆地里的建筑 大直桥圆山饭店 暗帅二桥河滨公园101大楼 缓步慢行在步道上 不时可以发现草丛里的惊奇 树荫下清凉的山风吹来暑气全消 已经有好久没下大雨了 山沟里的水干涸了 小瀑布也失去了活力 路上行人稀少 全部的人都躲到阴阳的树下去了 小狗也躲在山壁的阴影中避暑 只有那只疗死命的吼叫 似乎是要表明这夏天是他的天下 其实夏日就该是这般慵懒 我也喜欢在阴雨天上大尖山 虽然是花的时间必须步步小心 依然不减我上山的决心 在山顶上看着四周的山栏 看山下云海的变化 有时一待不知不觉就是一两个小时 同样的地点每次有不同的感受 比起好天气时的景观 云层较低的阴天可看性强太多了 其中又以101的眺望最有看头 看着云层眷恋在大楼身旁 时而清晰时而朦胧 有时仅有高楼层露出于云海之中 此时若能置身于大楼顶上 那场景定会令人难忘才是 多边的云彩变化万千 在山和山之间翻搅着 看着风吹动云层游远而近 期待着云与山交汇时 创造出美丽的奇景 有时白云有时仓狗 这种心灵上的满足是无法言喻的 这是我与天上山的最大动力 我乐此不疲 山上气候有时晴空万里 有时阴霾潮湿 步道上有时人潮汹涌 有时冷清孤寂 不变的是山上美丽的景致 依然令人沉迷 谢谢您的收看 下个影片再见了